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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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大家好 前面我們有兩位講者他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那我也聽了覺得非常的感動 那接下來呢 接下來的時間由我來跟各位分享 海龜的故事 那海龜為什麼他會說故事呢 我很常在家裡會跟小朋友說 說海龜怎麼樣海龜怎麼樣 那小朋友因為爸爸都要跟他講得很厲害 說哇我很厲害我今天幫海龜幹嘛幹嘛幹嘛 那他比如說女兒啊還是小朋友 他就會跟我說爸爸你吹牛啊 他海龜又不會講話 那他怎麼他不會講話 那怎麼跟我們講故事呢 那所以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說 我們在工作上啊 在處理這些幫海龜救治的時候 海龜他可以告訴我們什麼 海龜他不會講話沒錯 可是他會用他親身的經歷 他本甚至是用他的生命 他的遭遇來跟我們說 他在海底世界裡面 他遇到了什麼樣的一個困難 在這邊呢我們可以看得到 其實台灣的周遭的海域啊 我們水面下 因為現在水下的攝影技術 還有生態旅遊的發達 很多很多的人他們會去潛水然後拍照 我們從過去的衛星追蹤的資料 還有這些大家去潛水拍攝的這些影片 讓我們知道說台灣的周遭海域住著非常非常多的海龜 我們現在在照片上看到的這個 這是綠蜥龜 這是台灣最常見的一個種類 那這些資料讓我們知道說台灣這邊住著非常非常多的海龜 那可是就會問一下我就會好奇 我很常會問說那這些海龜過得好嗎 我們很常像小琉球 他是一個觀光聖地非常非常多的人去潛水去看到這些海龜 那可是我們看到的海底世界的這些海龜 他們過得好不好 過得好不好 好 現在這個問題我們希望說各位可以先想一下 那為什麼我們知道說海龜他們在環境當中會出了問題 那他要來怎麼樣告訴我們 為什麼我們知道 其實你看我們從台灣一整年裡面其實 海巡署這邊通報的海龜擱淺的事件 一年大概有三百多件 三百多件 可是海龜 剛才我們看的不是 他都在海裡好好的 為什麼會被通報 為什麼會被通報 他一定是出了什麼問題對不對 好 那當這些通報的海龜 他剛好 如果比如說有海巡署通報 這些海龜會受傷 或者是因為被漁船抓到 他會被送到比較近的收容中心 那台灣呢 在北中南還有外島 剛好是在這些海龜最常被發現的地方 政府有設立了所謂的海龜的救傷收容中心 救傷收容中心 那所以這些受傷的海龜 就會送到這些收容中心去 那雖然說這些海龜大部分發現的時候都已經是死掉了 那少部分活著的海龜 他會根據現場的判斷 比如說獸醫師還有現場的人的一些判斷 然後決定說要不要去 後送到收容中心 或者是直接在 其實如果沒有很嚴重 其實可以直接也放回大海去 那 到了這些動物 到了收容中心之後呢 這邊我們看到的是海生館 這邊是 一般遊客其實 比較看不到的地方 這是我們海生館的後場 就是 你買門票啊 去前面看企鵝海報這些生物的時候 其實是沒辦法進到這邊的 那這邊是我們海龜的一個救傷收容中心的一個場域 一個場域 那在這邊的話其實 海龜就會在這邊受到應有的一些照顧 那在這邊我們可以看得到說 海生館這邊我們有非常非常多的這些 四域海龜的這些統潮 每一隻海龜都會被放在一個獨立單獨的一個 一個統潮裡面 然後呢會有人來幫他們做檢查 那我們這邊的 像我們在這邊照片上看到的這些 它有一些 比較小的桶子 就是剛剛生病的海龜 在這邊受到照顧的時候 會被放在這邊 那左下角這邊比較大的這個桶子 這個是海龜要野放之前 它會被放到這邊去做一個 野放前的一個訓練 因為這邊的水深非常的深 我們需要看看說 海龜它要野放之前 還能不能做潛水 因為海龜的食物都在哪裡 都在水面下 海龜如果受傷 它沒辦法潛水的話 是沒辦法找到食物 是沒辦法野放到大海回去的 那這邊的這些海龜 它進到收容中心之後 會有受醫師來幫他們做一些檢查 比如說我們很常會幫他做一些 理學檢查 影像學的檢查 影像學的檢查 像在這邊的話 我們會幫 這個是我們在幫海龜 最常看到的就是 因為它 可能是吃到魚狗 所以受醫師在幫他做檢查 怎麼會 好 那 那當這些動物被檢查完之後 那康復 比如說過程 會不斷地去做檢查 然後治療 那等到這些動物康復的時候 其實 最終還是要回到大海去 這邊的 藍海神館的這些海龜 其實都只是過客而已 那 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其實時間 不短也不長 有時候三個月甚至 有的是可能兩年左右 那等到海龜野放之後 就會成功回到大海 那故事說到這邊 大家應該會覺得說 那這樣很好啊 海龜就 擱淺通報 然後到收容中心 然後就 就野放出去了 那 我的演講就到這邊 是不是 其實沒有 其實 後續 其實會 這邊 我要跟大家講的 就是說 回應到我們前面的主題 是說 在收容過程 你從 其實從海巡署通報 或者是民眾通報在海邊 從通報然後送到收容中心 到野放的這個過程 其實它 海龜它不會講話 可是它從 它會用它的遭遇 讓我們知道說 它面臨了哪些的困難 面臨哪些的困難 那這些海龜都是哪裡來的 其實大部分 比如說 我們一般 比如說 我們在幫海龜要看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問 會問說 海龜是哪裡來的 因為海龜它沒有主人 所以我們只能夠問海巡署 或是通報的人 我們會知道說 這些海龜 比如說像 漁民不小心抓到的 或者是不明原因的擱淺 在海邊 你看漁民抓到 像海巡署 它很常會通報說 漁民抓到海龜 那 漁業活動 漁業活動其實對海龜 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傷害 在全世界都是 都是這樣子 那為什麼漁業活動對海龜 會造成傷害 各位有沒有想過 當你去潛水 你看到海龜的時候 海龜是不是偶爾也會上來換氣 因為海龜它不是用肺呼吸 海龜它不是用 它不是像魚一樣 是用塞在做氣體交換 它還是跟我們人一樣 用肺在呼吸 所以當它在漁民的作業活動 在捕撈這些漁獲的時候 長時間會把海龜 因為網具會陷在水面下 海龜其實是會缺氧會死掉 所以漁業活動是 我們很常看到對海龜造成的 一個傷害 那另外一個呢 漁業活動還有跟什麼有關 漁鉤 比如說延伸釣啊 或者是釣魚 很常我們看到的是 死掉的海龜 它可能身體會有漁線漁鉤的殘繞 那有一部分的海龜是會吃到漁鉤 就像如同我們在 很常看到在S光裡面 可以看到海龜身上 就有一個鉤子 那有一些運氣比較好的 它的漁鉤只有在嘴邊而已 沒有被 沒有被吞進去 沒有被吞進去 這是一個漁業活動對 海龜的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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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困擾 那另外一個呢 還有什麼 跟漁業活動有關的 比如說海 船隻的撞擊 螺旋槳的這些 這些 這些傷害 對海龜的 其實 致死性其實蠻高的 因為海龜其實它在水裡面 其實是沒辦法 驅避 船速 船速快的話 它其實是沒辦法躲避的 那像在小琉球這邊 其實非常非常多的海龜 有被不管是從通報系統 還是公民科學家他們在水下參與 拍攝 募集回報的資料 我們都知道 小琉球這邊的海龜 它被螺旋槳擊傷的比例 是全台灣最高的 是全台灣最高的 那這些海龜其實它 它都已經死掉了 那有一部分是 可能還有生命跡象 那就是說 我們在這些 舊傷受用的過程 這些海龜用他們的生命 用他們的遭遇 讓我們去透過他們像一扇窗戶 告訴我們說 他們住的海裡面 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問題 人類的活動 跟他們的一個交互的一個重疊的區域性 其實太大了 大家 我們真的要去想一下 怎麼樣可以去幫助到他們 那另外一個跟漁業活動有關的 還有什麼 比如前面提到的是 像漁民的作業活動在捕魚 會有網具對不對 可是當這些網具 如果在已經壞掉了 變成一個垃圾 在海裡面 比如說變成 國外常講說 是一個幽靈網具 它繼續在海裡面捕捉這些海洋生物 繼續捕捉這些海洋生物 廢棄的網具 它仍然是一個 就是會讓海龜造成傷害 像在我們現場很常很常收得到這些 因為網具纏繞 然後可能會有斷枝 手就斷掉一隻 或者是 就當場逆死的海龜非常的多 所以因為這些海底的垃圾 真的對他們的影響很大 所以其實 水下潛水 尤其是在小琉球這邊 其實 很多的海龜 他們是 有 就是 斷枝的 比如說少了一隻手 或者是手少了半隻 這個就是 這些資料都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應該要比較迫切的去 有一些 一些行動 然後可以來救治他們 好 那 除了這些 漁業活動 人類活動 對他們的傷害 那另外一個是 海龜 海龜會生病 會長腫瘤 會長腫瘤 那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可能有點 有點可怕這樣 就是 這是一個在海龜保育工作上 大家非常重視的一個疾病 這個叫腺位乳突瘤感染症 它會在海龜的身體 各個部位 長滿了不明的腫塊 那這個疾病 各位可能會問說 那海龜生病怎麼跟人有關係 其實這個 目前這個疾病被大家公認 比較有證據去推論說 這個疾病跟人類活動有關的是什麼 海水的溫度變高 還有什麼 有氧化 就是這些環境因素 還是人造成的 所以才造成說 海龜身上會長了這個病 所以其實總結來看 其實 這些海龜遇到的這些事情 其實都還是跟 跟人有關係 那接下來來看一下 這個 這個可能跟大家的生活 就比較有息息相關 在來海生館這邊 救傷收容的這些海龜 幾乎百分之一百 他們 我們在他們的 不管是死掉的解剖 死掉的海龜的解剖 或者是他們在收容過程 收到的這些 排泄物糞便裡面 我們去觀察它垃圾 幾乎所有的海龜 他們都有吃到這些人造物 那這些人造物有什麼 其實 就幾乎都是陸地上人類 往海 就是陸地上的這些垃圾 什麼水果皮啊 水果這些包裝袋 線繩 很多很多 甚至我還有看過 巴比娃娃的頭髮 什麼都有 真的是什麼東西都 都會被海龜吃下去 所以這些其實是 也另外一方面告訴我們說 它所處的這些環境 其實已經被污染得很嚴重 因為海龜它有一個特性 就是說 它對吃飯的地方 設施場域的偏好 非常非常的高 它今天住在哪一個地方吃飯 它就是會在哪一個地方吃飯 所以我們其實是可以會利用說 海龜這些擱淺死掉的海龜 或者是救傷受容的海龜 我們來觀察到它身體裡面的這些污染物 那其實可以反映出什麼 它當地所居住的環境到底好或不好 甚至是前面的那個腫瘤的疾病 也被拿來當作一個指標 當今天你這個環境不錯的時候 這個疾病出現的海龜應該會 其實是比較少的 那另外一個是 這個我們眼睛就看不到 這是抗藥性的細菌 我們在處理救傷的這些生病的海龜的時候 因為他們會比如說被網具纏繞 螺旋羊打傷 或是就是其他種種的這些因素 受傷之後又泡在海水裡面 很容易有細菌感染的狀況 所以抗生素的使用 是受醫師在救治他們的時候 很常使用的一個工具 可是我們也發現說 怎麼這些海龜生上來的細菌 竟然不太怕抗生素 那怎麼辦 你就只好再去花更多的心力去 去用不同的抗生素去做治療 不過這也反映出一個是環境污染的問題 環境當中海裡面很常有人會問我 海裡面又沒有人會給海龜吃抗生素 為什麼它身上的細菌會有抗藥性 那其實也被歸類說 其實是陸地上來源的汙染 然後經由河川然後衝刷到海洋 然後才會在海龜身上看到這些 這些抗藥性的細菌被我們看到 那前面這些其實我們可以從 這些經驗來總結一句說 就是海裡面的這些海龜 它們其實面臨各種各式各樣的威脅 那這些威脅都是來自於誰 人啊 都是來自於人 所以我們必須要有一個保育工作的一個 一個介入去救他們 那可是啊 收容中心它 海龜救傷收容中心其實只是保育工作介入一個 我認為只是一個比較末端的一個工作而已 因為你把海龜救好了又放出去 那又怎麼樣呢 其實你救的這些數量 原少於說每年在海 因為人類活動死掉的海龜 所以其實我們其實也在想說那怎麼辦 其實就是後來我們其實收容中心在這邊 在這幾年的工作會慢慢的把 把我們除了比如說救傷海龜以外 我們也希望說讓更多的公眾來參與 來瞭解這一塊 藉著讓 因為我們海生館的收容中心也是環保署認證的一個環境教育的一個場域 那我們也希望說有更多的人來這邊參觀 那藉著我們在這邊培育的一些講師的解說 讓他們知道說這些海龜它面臨怎麼樣的傷害 海裡面的世界他們遇到了怎麼樣的困難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來幫助他們 那另外一個就是 這是小朋友比較喜歡的 就是海龜的野放活動 海龜的野放活動 我們希望在這些康復的海龜要野放回大海之前 是敲鑼打鼓來野放他們 就是說希望更多的人來參與這個活動 然後藉著這些活動讓大家知道 這些海龜因為受到的傷害都是人造成的 可是他不會講話 他只能藉著說他的生命還有他的一些遭遇 來跟我們說他住的海洋已經出了很大很大的問題 我們需要幫助他們 所以我們希望說有更多更多的人知道 這些在水面下的海龜平常大家看不到 平常大家看不到 所以我們會藉著說 這些故事我們幫海龜講出來 可以讓大家知道他們面臨的困境是怎麼樣 我常常跟小朋友在一個對話就跟他說 我們要是再不努力工作的話 搞不好等你長大的時候這些海龜你只能 只能在標本點嘗試或是你的圖書館的書裡面才看得到 不過我們還是不希望走到下一步 希望說大家的努力可以讓這些 這些冰微的物種這些海龜 可以在海裡面繼續的存活下去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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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